選舉贏還是輸 贏跟輸有這麼大的差別嗎 來看看這些人在敗選之後的出路 可能大家會比較把輸贏放下來 在這個Mina敗選之後 2018年敗選之後 有人說是一個敗選執政團隊 現在一個最新的人事發佈 就是敗選的雲林縣 縣長李靜勇 現在被發佈為中選會主委 因為中選會主委選缺了三個月 中選會主委大家應該還記得 是怎麼下台的 就是2018年的選舉 讓大家都在投開票所前 排到天婚地案才能投票 而且還有一邊開票 一邊投票的離奇事件發生 於是中選會主委下台了 選缺了將近三個月 現在民進黨宣布 要提名前雲林縣縣長李靜勇來擔任 行政院說李靜勇有豐富的法律背景 地方首長經驗 熟悉選務工作行政歷練 非常的完整 其實李靜勇在敗選的那一天曾經說 在故鄉終結他的政治生命 是上帝最好的安排 他本來以為他的政治生命要終結了 沒想到現在又有了新的第二村 要去擔任中選會的主委 中選會是一個獨立機關 所以從2000年之後的中選會主委 專任開始不管是藍綠 都提名無黨籍 沒有政黨色彩的人 來擔任這一個工作 這一次提名李靜勇 這一個剛剛選完縣長 剛剛落敗的人 來當中選會主委 適不適當 社會觀感好不好 其實在民進黨2018辦選之後 不管是在新北市選戰輸29萬的 蘇貞昌出任行政院長 或者是高雄市選戰當中輸15萬的 陳其邁出任行政院副院長 在台中輸20萬的人出任交通部長 彰化縣長失利輸9萬的人 現在要去出任台水董事長 台東縣長敗選的立委 接了民進黨的政策會執行長 宜蘭敗選的立委 陳歐珀繼續當立委 或者是說要退出政壇的姚文治 不知道會不會又跟李靜勇一樣 有了新的未來的發展 新竹縣長還沒有安排 嘉義市長還沒有安排 花蓮縣的候選人沒有安排 單頭縣的候選人沒有安排 這些人是不是現在還在等著電話 隨時有可能想 因為前面這麼多人都安排了 這些敗選之將 是不是馬上也有出路 但李靜勇這個人事案 會不會讓大家覺得 下一次的選務工作 真的能夠公平公正 會不會又發生陳英全事件 我覺得大家可能了解到一件事情 就是過去在2009年之前 中選會主委是內政部長 他去所謂就是兼任的 可是2009年之後 開始賴浩銘 劉翼舟 就是我們特別提到的 中選會它是一個主辦選舉的機構 選舉就要面對各黨來參與選舉 而且你要公正 你要朝然 過去大家講敗選者聯盟的時候 我也公開講過就是 不用去嘲笑他們是敗選者聯盟 既然蔡英文總統 她的行政團隊 我覺得需要像蘇生昌院長這樣輸了 20幾萬票的人來也沒有問題 他願意去做好就好了 那一種行政機構我覺得沒有問題 可是中選會主委 我覺得就大家觀感就不好了 就是說你把這個敗選的縣市長 而且他基本上是政黨色彩 非常明顯明確的人帶進來 這樣的話就會引起互相的攻擊 我看今天國民黨方面也有提出批評 認為說這個東西是把手伸到了中選會 當然他就是已經要升到 你說最後這一年 馬上就要辦總統大選 以及立委選舉這麼重要的時候 民進黨等於做出一個選擇 就是說我要鞏固我自己的小眾 我所有民進黨裡面的同志們不用怕 選輸了你也不會被淹沒 只要我們還有執政的時候 吃香喝啦是沒問題 當然我不是說當中選會主委 就是吃香喝啦 而是說你今天給大家感到 沒有別的人了 同樣的道理在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如果用的是自己在選舉當中 敗選的地方縣市首長的話 我不知道民進黨的委員會不會 覺得說不妥 社會的觀感會不會覺得說 這樣子不中立 所以這一點的話 其實就是留給社會去公平 我是覺得說這樣子 其實不是太恰當 我補充一下剛剛這個 會員哥講的那個話題 因為其實我們剛剛講了很多 就一句就好就是說 其實在這種過程當中 除了去討論說 大家期待韓國瑜之外 我補充一個 就是說這一次的所謂的重災戶 其實是朱立倫 因為大家要注意到 才短短一個禮拜 發生了一些很大的事情 剛剛都在談國瑜 我用一分鐘的時間 跟大家談一下朱立倫 因為這是我剛剛給大家看 最新的民調對不對 就是朱立倫 他跟柯文哲 還有韓國瑜在這裡對不對 韓國瑜高這個 剛剛那一趴已經講過 我就不再講了 但是你看朱立倫 跟柯文哲的差距 我剛剛講快11%對不對 但是才在上個星期 蘋果日報的民調當中 在沒有韓國瑜情況之下 都差1%而已 他1%而已 有沒有32.4跟31.8 0.6% 是柯文哲做對了什麼事 還是朱立倫做錯了什麼事 朱立倫做錯了一件事 就是他從12月25號 宣布要選總統之後 他並沒有積極的作為 他一直在防守 王金平對他的攻擊 以及一直在等待 大家對韓流期望的降低 但是你自己 沒有掌握到議題的情況之下 我剛才講 不是一夜雨 而是站在媒體 冷眼旁觀的結果 你去美國 媒體對你都沒有興趣 而且基本上要靠自己發臉書 把新聞發回來的情況之下 短短的一個禮拜的時間 原本你只跟 你只跟柯文哲 有大概0.6%跟1.多% 都沒有超過3%以上的差距 但是在最新的 美麗島的民調當中 大家看到 他已經整整被甩開 快12%了 再這樣下去 我知道朱立倫 從這個禮拜開始 他要活過來了 他要出現在很多媒體 接受專訪了 朱立倫是活的 那就看看 活的朱立倫能不能讓民調也活過來 不然你民調一死 你可能也就沒了 所以朱立倫現在應該要鎖定打 柯文哲才對 因為他本來跟柯文哲的差距很近 現在跟他差距不大 朱立倫有起一點 比較嚴峻的考驗就是說 這人有不同的個性 我們也沒有什麼髒皮 但是你看韓國瑜在 選前最後的一個禮拜 他敢在高雄 那時候還不知道誰贏誰輸 雖然我那時候覺得他會贏 可是他有很多人講說絕對不贏輸 也是有這樣的講法 他敢在選舉前 因為每一件事情都是兩面刃 在高雄講我支持九二共識 這就是韓國瑜比較明確的地方 朱立倫會有個問題就是 他是反核的 就是說他過去他曾經講反核 這個議題就是 你身為國民黨的總統參選的時候 你是不是還要繼續堅持 能源政策你就要說清楚了 能源兩岸民生議題都是 韓國瑜基本上 他一定有很多的 不喜歡韓國瑜的人 但是喜歡韓國瑜的人 基本上有共同特質 他其實講話很簡單 直接要怎麼做就是 不要講到我聽不懂 你講了三分鐘以後 我發現我根本不知道 你講什麼重點的話 那就會有人氣 沒有人氣就沒有民調 現在朱立倫的民調 整個被拉開 他蘇柯文哲這麼多的情況之下 國民黨要讓他上陣的機會 就會大大降低 我不能再上陣的機會 就好了 我會請你 剩一個風格